正好我们有一批 市场推广的资金 所以叫着公关公司 一块儿上来 讨论一下 彼此的需求有那些 对 创业前虽然紧张 但是推广还是要花大钱 不过你们公司 还是挺有活力的 年轻真好 有干劲 有希望 打个比方啊 繁星现在的付费用户 是五万人 我希望第一轮营销做完 数字是十倍的增长 要不马总 我们进去旁听一下 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马总 不好意思 今天呢 约了几个公关公司呢 过来聊一下这个 营销的策略 所以没能下楼去接您 没关系 你们继续 好 你们继续聊 马总 您坐 好 继续 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 贵公司的团队 觉得还可以吗 预算问题 按你们之前能给的预算 恐怕有点难 预算不是问题 我们苏总啊 已经在开 A轮的融资准备会了 那这两个月 繁星在市场上 任何的预算是越来越高 投资人买单 那我们在营销上 就是肯砸钱 郝总 做营销 不能光是你们自己说好 也得别人说好才行 现在你说你们要进A轮融资 说你们的数据很好看 你说你们的产品 市场认可独高 都是你们自己在说 对 让别人都说好 就是我们的工作嘛 那余经理 你有什么高洁呢 卖衣服很传统 但是衣服共赏 就是传统行业 进了互联网 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搜索了繁星的关键词 看了一些用户的主页 主要是以年轻的 职场新女性为主 她们爱美 接受度高 喜欢多变 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 更重要的是 针对用户 找到繁星的精准卖点 然后找一个 易传播的品牌定调 把繁星模式 推到舆论空间里 去为大众讨论 余经理刚才说的 在我看来呢 只不过是漂亮的废话 用户增长 是我们的核心诉求 不管是品牌定调 还是拿我们繁星 作为话题出来热炒 都是你们作为传播策划者 应该去想的事情 而我 只看结果 举总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你们在做一件 很伟大的事情 你们在用互联网 改变传统行业 卖不动货的 传统服装品牌的危机 是你们的商机 我们为你传播 只是锦上添花 更重要的是 发挥你们的优势 你们的优势是数据 这是任何一家服装公司 都不具备的技术 用数据对原有的客户 深耕挖掘 撬动增长 苏总来了 我们这儿也聊得差不多了 苏总要是还有份额的话 给我们公司也留一点 没问题 没问题 马总 那我们那边谈 好 余经理是吧 您好 我是余佳恩 刚才你那一番话 虽然许耀说是漂亮的废话 但是对我来说 还是有启发的 谢谢您 没有 没有 我都是瞎说的 那你们继续看 余佳恩 你能来一趟我办公室吗 我有点私事跟你说 好 可以